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吉祥物熊赞今日起了个大早,到台北市仁爱陆景夫门前为2017台北马拉松路跑选手加油打气。 不过面对同台的台北市长柯文哲,熊赞此次似乎有备而来,燕防柯市长意图弹塌的鼻子。 熊赞在脸书上表示,昨晚知道今天会跟柯皮市长同台,但天气这么冷,如果柯皮又要弹他的鼻子,一定更痛,所以就耍了心机。 在鼻头上贴OK棒,果然让柯文哲看了哈哈大笑,还向一旁的女记者承认,我每次都弹熊赞的鼻子,同时也打消出手的念头,而两人的互动也让一旁的女记者笑得开怀。 2017台北马拉松已在今天清晨六十半起跑,今年台北马拉松有五十一个国家参加,来自外国的跑者有三千两百名,也是台北市大运结束后台北的首场大型国际赛事。